這也是IC之音 逐科廣播FM97.5 我是節目主持人何志忠 最近這個自動化大展剛結束 各種跟工業4.0有關的新技術 可以說是百花齊放 包括像是AI機器人等等 這些技術都跟半導體有關 也需要最新的半導體 測試技術與設備的支援 我們這次很高興要請到 Tirada的技術專家Niko來到現場 跟科技TIC的觀眾朋友們一起分享 先進半導體測試與設備的最新趨勢 Niko跟我們的聽眾朋友們談談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Niko 好的 我們想要再來請教一下 技術專家Niko 我們之前有跟你請教過說 半導體測試流程的一些 大概的一個樣子 我們最近這幾年 應該說這應該是業界 已經談了一段時間 但是我們最近這兩年 比較常聽到 所謂的系統及測試SLT這件事情 到底什麼是SLT 為什麼需要採用這個技術 請教一下Niko 其實SLT它的全名叫System Level Test 就是系統級的測試 其實這個測試已經存在很多年了 對 至少超過10年了 那早期是因為電腦產業 在發展CPU的時候 它可能會發現 有些明明在半導體測試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出貨到客戶端 結果客戶使用的場景 真正的場景之下就發現 還是很多問題 所以現在變成就是說 下一個趨勢就是說 現在的這個所謂的製程 它的奈米已經從10奈米 7奈米 5奈米 3奈米 那當它的奈米越來越小的時候 其實它裡面的所謂的IP Block 其實會越來越複雜 那每個IP的溝通 其實以前都是一個標準 現在因為太複雜了 可能會變成不是一個標準 那這個不是一個標準的情況之下 在ATE的測試 就會變成是一個 比較棘手的一個問題 所以就變成是 會導入一個所謂的SOT 系統級的測試 那系統級測試跟ATE的測試 不一樣的地方 最主要就是說 系統級的測試 它是跑在一個真正使用的場景 之下去做測試的 那SOT是用所謂模擬的Data 去做測試的 所以兩個會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常聽到這個業界的朋友講說 這個ATE測試其實速度蠻快的 這個時間沒那麼長 但有聽說這個系統級測試SOT 需要花到20分鐘到30分鐘以上 這樣子的一個時間 這可以跟我們解說一下 這大概是怎麼一回事嗎 對 沒錯 ATE最主要就是很快速的 可以把98% 90到98的一些問題 快速找出來 可是剩下2%到10% 這中間 你也知道最後一里路 其實總是最難達到的 那你最後這2%的問題 你可能用ATE去找的話 你會花很多時間 所以他們寧願把它放在SOT上來跑 那因為SOT在跑的時候 其實它是全速在跑 就會模擬你真正使用的場景 所以它甚至以手機晶片來講 甚至會把iOS或是Android 這個作業系統 跑載到這個IC裡面 整個系統裡面去跑起來 那你在做AT測試的時候 是不會有這種情形可以發生的 所以等於是拉到一個 實際在應用的一個場景裡面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測試 沒錯 那至於你剛剛提到的說 那個測試時間很長 是因為它要模擬各種不同的場景 比如說它要跟 以手機來講 它可能要跟記憶卡 跟照相機 跟其他的USB去做溝通 是 對 好Niko我們剛剛有稍微聊一下說 這個系統級測試的一些概況 那我想要請教的是說 我們從今年或是這幾年來看 就是SOT在不同的應用領域 剛剛您提到那些類別 實際的發展狀況 大概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SOT現在還是有幾個領域 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Computing Computing就是傳統的電腦CPU這一塊 有些客戶還是會做一些少量的SOT 那接下來這三個會比較多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手機 高階手機的晶片 高階手機 對 因為高階手機晶片 其實它走到3nm 2nm 它變得非常複雜 所以它一定要做系統級的測試 去確定說它跟所有的周邊溝通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所謂的AI跟Data Server這一塊 因為AI Data Server這個晶片已經 複雜程度已經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而且這個晶片一顆非常的昂貴 沒錯 它在交到客戶手上面前 一定要確定它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所謂的汽車車用晶片 車用晶片其實做SOT是有它相當的必要 我們都知道萬一車子在開的時候 有什麼問題的話 這個都不是一個開玩笑的一個問題 這三個領域在未來都會變得非常的重要 我們具體一點來講 比如說像是剛提到第一個是高階手機晶片的領域 那我們看到說包括像這個水果陣營 或是韓系的陣營等等之類的 那我們也看到說大家都在談論 這個就是用什麼3奈米2奈米 甚至還有更新的一些技術 那第二個就是說剛談到HPC的晶片 那因為現在大家很夯的題目是先進封裝的COAS 就是把它兜成一顆很大 然後也很複雜 然後造假又昂貴的一個晶片 然後這個東西 我相信這個測試應該是 這部分我還蠻好奇的 就是你們在面對這塊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有花比較多的功夫 對這個測試其實是蠻挑戰 第一因為它晶片很複雜 第二它跑的速率 就所謂的Data Rate 其實是非常高的 那速度一跑高 它就會產生熱的問題 那熱的問題有時候你在AT 其實並沒有辦法完全體現出來 你在系統級測試 你可能跑個20分鐘 因為AT可能跑一分鐘就跑完了 幾十秒 那你在SLT跑個20分鐘 你熱的問題都會一邊會被發現 那像車子的晶片 因為大家其實對於車用晶片 大家停留在是比較成熟的一個晶片 但是它有一些穩定度的一些問題 那這一塊SLT會怎麼樣發揮它的一個優勢 這一塊SLT它其實就會去模擬它實際使用的場景 比如說它就會測在-40度的低溫 跟測正125度的高溫跟正常溫度 它會在不同的溫度的場景下去做測試 對 所以這個對AT來講都是一個挑戰 但是對SLT的環境架構來講 會是一個比較簡單 然後可以實現的一個環境 這個東西就是在這幾年變得非常的明確 包括像是 因為手機是已經一直不斷的在發展 所以看起來好像是HPC的需求突然增加了許多 對 是沒錯 好的 我們在這個上半段的討論當中 聊聊一下說 什麼是這個系統級測試SLT 以及這個技術的一些前景 我們休息片刻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再回到科技廳IC 下半段我們繼續來聊聊 這個SLT對於這個設備商 以及半導體業者 可能會有怎麼樣的機會跟挑戰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回到科技廳IC 我是節目主持人何志忠 我們的節目除了在IC之音官網AOD可以聽到之外 大家也可以上Spotify Apple Podcast YouTube KKBOX 搜尋科技廳IC 上半段我們其實有聊了一下 這個所謂的SLT技術 那我現在想要請教一下Niko 是說 對於這個測試設備的業者來說 現在會面臨什麼樣子的一個挑戰 其實就像您剛剛說的 SLT的測時間跟AT來比 SLT都是以秒來當單位的 就是可能它就是幾十秒 可是SLT都是幾十分鐘 甚至像您提到的HPC 其實它都是以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在算的 非常長的時間 那這個測試時間這麼長 就變成是相對來講 你需要的測試機器的數量就要很多 因為你的產能就是需要這麼大 那可是你的測試的時間這麼長的話 你所需要購買的設備相對的 就會必須多很多 那對於晶片原廠來說 它面臨到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說 我現在在AT上測的東西 我有沒有辦法很快的 就是移到SLT來測 因為這個中間還考慮到 中間的一些開發的過程 所以像Tradar我們有提出一個方案 叫所謂的Frag Test 那這個Frag Test 也就是所謂的彈性化的測試 就是說可以讓客戶很輕鬆的 從研發階段到AT階段到SLT階段 你中間這些階段在轉換的時候 其實是可以用同一套程式 可以從RD這邊 就是研發這邊到SLT這邊 其實可以很輕鬆的轉換 那這中間其實你要提供的東西相當多 第一個就是你debug的環境要能夠一樣 第二個你的跑的測試程式要差不多 要能夠互相轉換 底層鞋的測試程式的語言要是一樣的 你測試的這些coverage 就是你測試的能夠覆蓋率 理論上應該要能夠 SLT也可以覆蓋到AT AT的也可以覆蓋到SLT 這在過去傳統的SLT是做不到的 因為傳統的SLT 他並沒有提供軟體 給客戶去使用 他傳統的SLT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只是提供一個電源 然後把電接上去 把板子的電打開 那IC自己就會跑他自己寫的 測試的一些軟體 那這些軟體開始跑完之後 他就會把他測試的結果 Output出來 然後讓SLT的機器去收他 SLT本身並不像AT一樣 可以有主控權去控制IC 但是對原廠 對我們設備商的挑戰就是說 我如何開發出一個SLT 長得很像AT 可以讓SLT的機器 做起來跟AT一模一樣 那甚至客戶有時候覺得說 我SLT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說我在AT的良率 很好的時候 我就在SLT上測比較多 但是當我SLT的良率很差的時候 我希望我可以在AT的這個 在更前面這一道 我就能夠把他問題找出來 所以我就算同一顆IC 我可能因為不同的LOT 所以我的良率可能會有高有低 他就可以往左往右移 所以左邊就是比較偏AT 右邊就是比較偏SLT 就是現在我們業界在談的 往左邊靠或往右邊靠 這個意思 目前像現在 你剛剛有提到說 HPG現在設計的越來越複雜 然後也有越來越多的應用領域 包括像是車子或是手機領域 都開始要用到SLT 您認為說在這些過程當中 就是客戶反映給你們 碰到最大的挑戰 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問題會是什麼 其實客戶碰到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的開發的時程非常的差 對 然後他的資料量其實非常的大 那資料量很大的話 他有什麼問題要去找出 做那些資料分析 其實是有相當大的一個困難 對 他們在跟你們合作的時候 就是有辦法在 比如說開發的這個歷程當中 就反映給你們 那希望你們可以幫他們做一些什麼事情 是 我們其實會 他在研發階段其實我們就介入了 所以我們會跟他共同開發一套 在研發上可以用的軟體 那這些軟體在未來量產也可以用 是 這個我們談到這個SLT技術 其實這個封測產業鏈其實也還蠻大一環的 就是包括像是有這個歐色廠 比如這個封測代工廠 像是瑞光細品這些公司 那也有像是泰瑞達這樣子的測試機台的設備公司 那我們也還常常聽到說台灣有一些這個測試界面 比如像是做探針卡的一些公司 各自在這些環節當中 這個不同的這些廠商 針對SLT這件事情會碰到什麼樣子的一個問題跟挑戰 你覺得 其實我先以SLT的歐色廠來講 歐色廠它其實主要就是代工廠 它主要就是要量產 可是如果當SLT變成它的量非常大的時候 它的裝機量就變得必須非常大 但是它的裸板面積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像現在傳統的SLT一次是能測6顆 所以如果它今天需要420顆同時測 它就要買70台機台 那70台機台對它來講的話 它可能就要抓滿了兩層樓或三層樓 那對設備廠來講 就是我可能要去思考說 我可不可以用一台到兩台的樓板面積 但是我可以達到一次生產424顆的產品 對 所以像泰瑞達提供的我們SLT的機器 其實是一台就可以同時測424顆 等於是我們是大約佔它兩台的樓板面積 但是我們測的是等於它70台的量 對 這對歐製廠來講 第一它能夠省樓板面積的耗能也是可以差很多 作業員也可以少很多 這對它來講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優勢 因為大家都在討論這個缺帝嘛 然後買廠方就找不到位置啊 然後又有人力的一些問題 那如果對於這個設備商本身來說 就是挑戰會是什麼 那剛才有提到一個是像測試介面的一些業者 因為他們也開始在談一些 所謂的SLT的一個時代好像來了 大概會有怎麼樣的這個挑戰 其實你做SLT本來就需要一個測試介面 這個介面其實就是模擬我們手機晶片 手機晶片來講 它的介面其實它等於就是做一張手機的真正的主機板 那只是把IC放在這個主機板上面 那它的挑戰其實就是說 因為這個量變成是每一代都要換一個新的產品 它沒辦法沿用下一代產品 所以它如何把品質做到很好 價格又要讓客戶可以接受的 這對它來講是一個挑戰 那如果在我們從這幾年發展的一個狀況之下 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像測試設備的業者 目前大概就是兩家比較大的公司 像有一些其他可能規模比較小的 這件事情SLT這件事情 對於這個公司來說 可能會是怎麼樣子的一個機會 你們覺得說就是你們能夠發揮哪些東西 讓SLT這件事情成為我們一個很好的一個 競爭的一個優勢 因為我們公司是以ATE起家的 那ATE其實它的強項就是 我們會有很好的硬體之外 我們也會搭配很強的軟體 跟背後台的資料分析系統 那在傳統的SLT是沒有這兩項的 那我們會把這個軟體跟後面的這些資料分析系統 結合到SLT裡面 那幫助客戶他在跑SLT的時候 他可以同時跑非常多的 一次跑非常多顆400多顆 但是它的資料量 我們系統會自己去做分析比較 那對使用者來講他會比較簡單 那對於開發的時程也會縮短很多 剛提到這個軟體的部分 因為其實以往以台灣的產業來說 其實大部分是focus在硬體的層級比較多 但是因為軟體其實是國際的一些廠商非常厲害的一個部分 你認為說軟體這件事情在現在SLT這個時代來了之後 就是帶給這個產業的一個衝擊或是機會會是什麼 對因為測試軟體本來就一直是美國的強項 沒錯 對於我們台灣的產業來講 我們比較聚焦在硬體的設計 所以對泰瑞達的機會來講 就是說我們除了提供硬體 硬體其實大家用設計其實都會有一些概念存在 大家都大同效益 但是軟體如何再整合到硬體 讓硬體發揮到最大的效用 這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地方 那另外我們的軟體因為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軟體從開發到量產其實都是同一套軟體 而且可以 就算未來你有需要你可能把它移植到ATE上面去 這個對開發者來講都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一個東西 公司在這個軟體人才下面的一個策略跟想法大概是什麼 因為其實這一塊東西如果以台灣的廠商來說 其實就是這幾年才漸漸注意到這件事情 但是泰瑞達是一個國際的公司 你們對於這一塊的想法跟布局策略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我們的布局策略其實就是說 因為到時候SLT其實還是會有不同的平台 就像您剛剛說的就是說 會有不同的產品類別 比如說會有車用的Data Server AI 然後還有一些手機類的 那這些其實它的應用面都不一樣 那它所需要的功率還有機器的需求跟規格也都不一樣 那我們可能就會做出不一樣的機台 但是不同的機型的機台我們會套用同一套軟體 所以變成客戶只要學好一套軟體之後 這種Programming的方式這種寫程式 它到最後從不管哪一種產品其實它都可以一起套上去 對在對開發者來講 對寫程式的人講 這都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事情 是 這個我想再請教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整個主題都圍繞在這個SLT這件事情上面 您認為說2024年這個時間點 算是我們可以稱為是SLT的一個爆發的一個時間來臨了嗎 我們可以這樣子說嗎 對這其實就是我在想 其實 2024年其實是一個SLT被正式認真對待看待的一年 那接下來這幾年我相信SLT成長的力道會越來越大 因為主要原因就是說 AI跟所謂的車用電子這方面一定會越來越重要 另外一個論點就是說 你的封裝其實已經走到了3D COWAS這些封裝 這些封裝如果你沒有做SLT 其實你出貨出去是極有可能會是有問題的 是 不但有可能有問題 可能也要付一些蠻不小的一個金額 因為我們之前也常常會問到說 為什麼大家都找台積電做封裝 因為就是怕說我萬一出了問題不知道找誰 那如果COWAS同胞的話 可能我們就是找台積電 那同樣的那些東西勢必之後會走到像是 比如說SOIC 3D晶面這樣子的一個技術發展 那我們也會應該會更常的聽到說 就是SLT的一個應用 跟這樣子的一個測試的趨勢 會不斷的在我們這個業界發聲 並且發揚廣大 那這一次我們科技TNIC一起跟觀眾朋友們 聊聊這個系統及測試的前景 以及現在的挑戰 那我們很感謝NICO的一個精彩的分享 大家如果對科技TNIC的節目內容 有任何的疑問或心得 歡迎在Podcast平台上面多多留言 也感謝觀眾朋友們的支持與鼓勵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